重拳出击 全力的确保民众的安全和该市的交通长通 根据转机华人资讯网的记者 Jason在4月30日的报道 洛杉矶市警察局表示 目前当局近期正在当地逮捕了 一名试图偷窃三元催化器的男子 这名嫌犯当时还冲撞了多辆警车试图逃跑 但最终不慎撞上了一根电线杆被警方逮捕 在4月27日下午6点左右 警方接到报警电话抵达现场 那么作案男子正试图的二次作案 警方也试图的将其逮捕 但是嫌犯坐上了一辆被盗的汽车以后逃离现场 那警方立刻的进行了相关追捕 并且与嫌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追逐赛 嫌犯在逃跑的途中故意的冲撞多辆警车 最后不慎撞上了华盛顿大道和巴德龙大道的 交叉路口附近的电线杆 作案的男子呢 汽车试图的在附近的抢劫另一辆车逃跑 但是没有成功 警方随后成功的将其逮捕 作案男子名叫做内里阿尔瓦拉多 今年31岁 他也被送到了当地的一家医院进行治疗 目前也已经被收押 本案并没有其他的人员上了